布袋戏是传统民间戏曲表演之一 在台湾布袋戏领域中 王俊雄曾迎来过辉煌时代 塑造出角色 史燕文 成为无数人的童年记忆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娱乐金仙室 我是小星 每天为您分享最先最爆最好看的娱乐资讯 喜欢的话记得订阅点赞分享 小星在这里等你哦 史燕文是布袋戏中的经典角色之一 他的创作者就是黄俊雄 黄俊雄住在云林湖尾镇 那里堪称是布袋戏的好莱坞 各家戏班和拍片场都围绕在旁边 这样繁盛的景象 离不开黄俊雄家族的努力和付出 他能够成为国宝籍的布袋戏大师 源自于家族前辈的耳濡目染 黄俊雄的父亲黄海戴 被业内尊称为通天教主 创立了五周园展中剧团 也是台湾最大的布袋戏门派 门下的弟子满天下 黄俊雄的儿子黄强华和黄文泽 共同掌管霹雳布袋戏 成为布袋戏产业的领头人 第四子黄立刚 传承了黄俊雄的金光布袋戏 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黄俊雄始终保持着随和的态度 当时他已经年过八旬 面对记者关怀的话语 他表示自己不久之前 右眼看东西开始不分明 只剩下左眼可以看戏了 但是恰好遇到云林偶戏节记者会 黄俊雄还呼吁大家不要忘记传统 他心中的传统又是什么样子呢 对此黄俊雄表示 战中戏 乐情要会 打鼓也要会 传统有传统的口白 和现代生活有很多不同 黄俊雄的一生都致力于创新 是推动布袋戏革命的教父级人物 年轻见证后 开始回头拥抱传统 过去他常穿梭于不为老街之中 观察来往的人寻找灵感 此时却闲坐在咖啡厅之外 看着那些无所事事的人 眼神中像是在看陌生人 又似乎是通过他们看自己 神情看上去很是忧伤 14岁开始学习布袋戏 19岁创团演出 黄俊雄直言那都是相当辛苦的经历 和爸爸一块到处奔波 去演野台戏 海口 山顶等地方都会去表演 从小家中就十分贫寒 幼年时黄俊雄身体营养不良 父亲那时不想让他学习布袋戏 只说他是没办法安排的角色 在后场打鼓就好了 后来各地的庆祝活动开始变多 剧团的人手不够 黄俊雄这下有了拿起布偶的机会 但父亲始终没有教过他 生活中只有无尽的责罚 一旦戏演不好 就会被父亲修理 黄俊雄直言打起来非常痛 可他从来都没有哭过 哪怕过了很多年之后 那段经历依旧历历在目 年轻时他认为自己是老板的儿子 绝对不能给家族丢脸 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 黄俊雄晚上 在文章里对着镜子练习 可他的父亲 却不愿意让孩子学布袋戏 之为黄俊雄 只要会打鼓就好 戏团出演总是要长途白设 尸故主们的剩饭 睡牛棚 对此黄俊雄感慨颇深 表示那真的很辛苦 要和棚里的牛争输赢 有用鼻子喷气擀蚊子 有时候味道非常重 能够有得睡 就是很幸运的事情 1970年 他的云州大如侠 在台式播出 创下97%的高收视率 节目开播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观众 都聚集在电视前 那些年不带戏角色 史燕文有多火呢 当时小学生写考卷 都不忘写上史燕文 是民族救星 民族学者江武昌教授说 黄俊雄塑造的角色 深植民间 给观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是属于黄俊雄的辉煌时代 他的名气超过了父亲 外界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 教授陈龙岩认为 黄俊雄拍摄首部 电影布袋戏 做出了非常大胆的尝试 开启布袋戏 迈向专业分工产业化的契机 正是成为布袋戏传承者后 黄俊雄也和父亲的想法一样 不希望未来自己的孩子学布袋戏 从来不会勉强儿子 继承家族传统 和几位孩子却纷纷加入 对此黄俊雄点出了根本原因 那就是受到环境的影响 接着他又转头 聊起家庭 拍取出了生活中的小例子 如果钱都需要向爸爸要 那还是很不方便的 长大后 又要出去交际找朋友 和家长要钱的生活 无法持续太久 聊到事业时 黄俊雄总是满脸威严 可提到家庭时 就变成普通的爸爸 当时他的孩子都已经成为 董事长级别的人 不知听到父亲的话之后 心中是否会有所出动呢 拍摄布袋戏电影的时候 由于是出自尝试新领域 黄俊雄就和孩子说 很多人都会去历史馆查找资料 还嘱咐孩子不可以说 布袋戏电影是他首创的 这样孩子可就漏气了 实际上在黄俊雄的话语中 也能够感受到布袋戏的发展 在1989年 霹雳至尊第一集 苏环珍在藏镜人的逼迫下 一掌杀掉了史燕文 从此后 史燕文就下落不明 这样的故事在戏迷看来 无疑属于大逆不道的行为 因为黄俊雄创造的戏剧角色 竟然消失于 儿子创立的霹雳布袋戏 但直到20年后 黄俊雄才到处原委 说同部戏中 不适合有两位主角 所以就让史燕文被杀死了 这其实也正是时代的变迁 孩子会超越父亲的成就 苏环珍取代了曾经的史燕文 成为布袋戏的新代名词 每次谈到史燕文的时候 黄俊雄的语气 就会温柔有爱 被问到史燕文如果没有人眼 他会不会感到伤心 对此黄俊雄肯定的回答会伤心 表示观众就喜欢看他制作的史燕文 成功走红的苏环珍 和史燕文有很多的不同 史燕文的造型可以牵扯到武侠 同时也可以牵扯到政治 而苏环珍的造型就是修道人 口白也要有修道人的风格 同时还不忘夸奖黄强华 称赞正是有黄强华的帮助 苏环珍的性格和形象 才会受到戏迷的喜爱 接触记者采访的过程中 包括黄俊雄在内的黄家人 表达对家庭的想法时 都谨慎保守 即便是学者 态度也异常的小心 对此黄凤仪表示 爸爸在家中很有权威 所以大家都有些不敢和他说话 家里只有自己感应父亲 而提到父亲经常会乱讲话 因此还被媒体断章取义 其实在黄俊雄的家族中 可以作为八卦谈资的素材有很多 黄俊雄经历过两段婚姻 和第一任妻子陈美霞生下三个孩子 分别是黄强华 黄文泽和黄文耀 之后又经离婚外情离婚 和毅然西青结为夫妻 剩下黄凤仪和黄立冈后 再次离婚 她的儿子黄强华 则娶了西青的妹妹北青 这样家庭关系变得有些尴尬 黄俊雄很少会谈到隐私的事情 黄凤仪说爸妈离婚后 还在一块生活 只不过没有人知道 同时也表示家族间 没有外界传的那样不和 全家人都是艺术表演者 有各自的生活和事业 只有过节祭拜的时候才会齐聚 家人之间的距离有些远 沟通并没有那么及时 很少会有直接把话说开的机会 黄凤仪表示 有次公司接下广告 说想用素环珍这个角色 她说要用素环珍的话 还是要先去找哥哥们商量 这边目前都是史燕文 没想到对方直接回应 说现在还有谁知道史燕文呢 这样黄凤仪非常生气 跑到霹雳那里去诉苦 讲到这里 黄凤仪笑着说 当时霹雳就帮她打电话 去骂那个人 经过多年的发展 在金光布袋戏场里面 工作人员制造出特效烟雾 可以做出飞沙走食的荧幕景色 拍摄和演出方式 也和传统布袋戏不同 黄立刚传承父亲的角色 他注意到父亲吃什么 都喜欢蘸酱油 后来才发现父亲 并不是喜欢吃咸的 而是习惯那股酱油味 爷爷黄海带也是这样 这似乎也成为了 家族传承的象征 黄立刚也逐渐习惯 有酱油的味道 对父亲创作的角色史燕文 黄立刚回忆起在小时候 自己有尊小身的史燕文 本想让他飞檐走壁 没想到却被摔坏了 当时黄立刚就感觉角色死掉了 坐在那里哭个不停 黄俊雄趁机教育了他 说史燕文不会死 会一直传承下去 黄立刚说父亲从来 没有干涉过他的创作 父亲对于布袋戏角色的热爱 给黄立刚带来无形的压力 他认为史燕文这个角色 只有父亲才可以诠释好 有关于史燕文的结局 黄俊雄早在1970年就已经写好 他对角色有着极致的热爱 身上背负着布袋戏的传承 同时也明白 传承中伴随着竞争 这似乎成为黄家人的宿命 推着家族的后辈们向前走 2000年的时候 黄俊雄和父亲黄海戴和儿子黄立刚 一同在台北市庆祝 史燕文诞生30周年 时光荏苒之间 布袋戏角色和他们的创作者 也都慢慢地离观众远去 2022年 天宇布袋戏领导者黄文耀去世 让戏迷们无比的关切 作为黄俊雄的第三个儿子 黄文耀在布袋戏领域 也做出很多贡献 闯出了属于自己的名号 黄文耀已经淡出剧团十多年 不再录制布袋戏影视作品 去年时起 身体逐渐变差 曾两度住院 接受急救 还是没能熬过病痛的折磨而离开 相信听到儿子的离世后 黄俊雄的心中 也会非常难受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投身到布袋戏领域之中 似乎就是黄家人 生来的使命 这项传统艺术 已经刻在基因之中 不会再被时间的流逝打断 有一代代人 执着地传承下去 他们所创造出的角色 就会永远留在那些故事之中 这项掌中记忆 也将延续下去 提醒着观众们 不要忘记史燕文 也不要忘记角色背后的 创作者黄俊雄 和他精彩绝伦的人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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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